中國電子第一階 深圳滑牆北 去年有商家靠著炒晶片一信致富 不過如今形勢卻大逆轉了嗎 時間交給佩玉 好 這真的是從炒晶片 到現在變成是超心痛 我們帶你來看 這中國電子第一階 滑牆北 過去怎麼炒 而現在又是怎麼辦 觀眾朋友 我們先一起來看一下 這張照片 講到滑牆北 或者是看到滑牆北 你第一個想到的一定是山寨機 這邊是山寨機大本營 尤其在這一萬多坪的商場裡頭 更是在過去締造了非常多 靠這一米櫃台 就變成億萬富翁的神話所在 不過後續隨著說這山寨機退燒 整個滑牆北也逐漸沒落 不過就在這過去疫情的 兩年多時間裡頭 這滑牆北是大翻身 又有很多人竟然是一夕之間 就變成大富翁 而靠的就是晶片 有多誇張說在這滑牆北裡頭 一個車用晶片 過去價格大概是20塊人民幣 就能買到 但是在這兩年疫情的期間 竟然被炒到最高 來到2800元人民幣 你算一算 這大概就是差了100多倍 你說誇不誇張呢 但是這誇張不是我在說而已 是連這裡頭賣東西的老闆 這業者自己都說 有夠扯的 我們竟然隨便喊價一日三日 你早上來我賣你50塊 晚上下午來就給你漲到100 150 都有人買 所以才會形成一個說 物以心為貴的狀態 而且還有很多業務員 據傳厲害的光是一個月 就能夠賺進過去 10年以來的收入 還有人直接震到一個 在這個香蜜湖的豪宅 這香蜜湖是深圳現在新的豪宅特區 交通四通八達 甚至還有大陸的這曼哈頓之稱 光聽這些稱號你就知道說 想要住在這個豪宅裡頭 沒有花個上億人民幣 是住不進去的 不過隨著現在市況反轉 過去這晶片長得有多兇 現在就跌得有多慘 我們來看到這異發半導體 最誇張說有某一款晶片 暴跌了90% 而另外像是這德州儀器更慘 有這晶片現在只值3塊人民幣 換算成台幣大概就是超商裡頭的 一顆茶葉蛋 從過去人人搶現在變成茶葉蛋架 所以才會看到說現在華牆北 很多店面都已經倒掉收攤了 而過去這些業務員 就回到工廠去當作業員 或者是說回到原本的公司裡頭去 但是這樣的狀況不只晶片 像是顯卡也很慘嘛 因為只要一推出新的顯卡 你看現在價格 雖然還值9000塊人民幣 但是只要這新的一出來 大家就用新的嘛 所以你這9000塊勢必會雪崩式的崩跌 所以現在大家就在說 你看這個市調機構又出來說 手機真的賣不動 這出貨量不斷的在往下衰退 就有專家認為說 如果要消化這些龐大戶存 回到過去的市況 恐怕還需要五年以上的時間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